黑洞是宇宙中最狂暴 但又最迷人的天体 它似乎包含了宇宙的终极奥秘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黑洞第一次被发现 不是观测到的 而是由一名哲学家推断出来的 这个人就是英国的哲学家 约翰·米歇尔 他在1783年的时候 就提出了黑洞这个概念 在18世纪的时候 由于观测设备的限制 人们根本不可能观测到黑洞的存在 但人们知道的万有引力 也基本测出了光的速度 米歇尔于是思考 如果将一个物体抛向空中 它会掉落下来 这是因为它没有达到一定的速度 如果这个物体的速度 达到7.9公里每秒 那么它就会冲出大气层 围绕地球做固定旋转 如果这个物体的速度 达到11.2公里每秒 它就能脱离地球 这就是逃逸速度 如果这个物体的速度达到16.7公里每秒 它就可以摆脱太阳的引力 进入到无尽的升空 那么以此类推 只要物体的速度足够大 它们就能逃离银河系 本星系群 超星系团 直到到达光速的极限 如果一个物体以光速 都无法摆脱一个天体 这个天体表面的引力将无比巨大 连光都会被吸进去 这个天体就像一个漆黑的洞一样 米歇尔给这种天体命名为暗星 虽然当时观测不到 但他认为 宇宙中可能存在一种引力强到 连光都无法从其周围逃逸的天体 这个暗星 就是后来人们称为黑洞的天体 这种理论太过惊世骇俗 当时的科学家普遍认为 这只是一种有趣的猜想 并没有多少人真的认为存在这种天体 直到一百多年后 爱因斯坦发表了他的广义相对论 阐述了时空是可以弯曲的 大质量的物体是可以导致这种弯曲的 那么一个大质量的天体 将会在如弹簧床般的时空上 留下更深的凹陷 同时吸引周围的物体 掉入到这个凹陷中 按照这一理论 一个天体只要质量足够大 就能形成黑洞 只是黑洞违背了当时的物理定律 所以爱因斯坦本人 并不相信黑洞 而当时正在德国东线参加一战的物理学家 卡尔斯瓦西 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 在战壕休息时 得出了一个特殊解 就是一个物体如果密度大到一定程度 就会在时空中形成一个无底洞 掉进去的东西 有去无回 这个无底洞就是起点 不仅如此 史瓦西还算出 在距离起点向外的一段距离 就是光速都不能逃逸的距离 这个距离称为史瓦西半径 这位后续研究黑洞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样人们就能算出黑洞的大小 比如地球的大小保持不变 如果拥有250倍太阳的质量 地球就会变成一个黑洞 但史瓦西最终死在了战场上 为黑洞研究留下了它短暂而惊艳的一笔 黑洞的理论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 基本确定了它的存在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拍摄到 1978年 法国天体物理学家努米涅利用黑洞理论 在穿孔卡片计算机上 模拟出了一张黑洞的图像 他认为 真实的黑洞应该就长这样子 2014年 为了拍摄科幻大片《星际穿越》 在著名物理学家基普索恩的指导下 剧组成员利用计算机 生成了一个更接近于真实黑洞的图像 直到这时人们对于黑洞的样子 还是理论加猜想 直到2019年4月10日 世界面望远镜 也就是利用世界主要天文台 组成了一个虚拟阵列的剧情望远镜 发布了人类的首张黑洞照片 这是来自于M87星系中心的黑洞 距离地球5000万光年 而我们也有幸成为了 有史以来第一批看见黑洞的人 虽然这张照片是经过了 两年多的数据合成出来的 但也属于间接拍摄到了黑洞 也完全证实了黑洞的存在 以及它的大概面貌 这不仅证实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正确 也验证了卡尔什瓦系的天才 更是论证了第一次提出黑洞概念的 约翰·米歇尔的伟大 由此得出 黑洞的模样和卢比涅的模拟图像 非常接近 星际穿越 也真实演绎了黑洞 目前的天文观测显示 几乎所有的星系中心都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它们的尺度通常不到星系尺度的0.1% 但却拥有难以置信的强大引力 银河系中的星体都在围绕着这个黑洞旋转 这个中心黑洞就是人马座A 这个黑洞附近的星体都在围绕它公转 而且越接近这个黑洞 公转的速度就越高 通过观测 一些星体围绕人马座A的公转速度 能达到2.4万公里每秒 也就是相当于光速的8% 这是一个疯狂的速度 物质在这种星体上 很难保持稳定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银河系也存在一巨带 太靠近中心黑洞 或者太远离中心黑洞都不行 而太阳系的位置 刚好是处于银河系的第三悬壁 猎户悬壁上 这是一个绝佳的位置 理论上要诞生地球这样的生命 银河系2万多光年的一个环形区域 都是一巨带 而太阳系又处于这个一巨带的中心 所以未来 人类要寻找类似地球的外星生命 从这个环形区域的一巨带入手 会更有可能 黑洞内部为什么拥有强大的引力 这是因为每个黑洞的内部 都有一个起点 这就是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霍金 和英国数学家彭罗斯提出的 起点定理 他们论证了 一旦某个天体坍缩超过一定极限 就会不可避免地坍缩成一个黑洞 最终 所有的物质 都会落向一个力度无穷大的起点 这个起点 和宇宙大爆炸的起点特性很类似 就是密度无限大 体积无限小 伤值无限趋近于零 起点是空间和时间 具有无限曲率的一点 在那里 空间和时间都消失了 因为起点没有大小之分 它甚至小于普兰克长度 这里没有运动 时间也就消失了 在起点 时间和空间可以任意转换 这些特性 打破了现有的物理定律 只是一种数学上的存在 把广义相对论应用到宇宙学时 就必然会出现起点 这就是为什么当初爱因斯坦不认同黑洞 因为它太不符合物理定律了 但有一点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黑洞起点的特性和宇宙大爆炸的起点特性类似 但我们知道 不论多么大的黑洞 它的质量还是有限的 寿命也不是无限长的 这说明 我们现在的宇宙 应该也是有限的 也是有寿命的 而且质量也不可能是无限的 因此 宇宙应该是有始有终 有一个大小范围 物质的能量总量 也是有限的 黑洞的起点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我们无法观测到黑洞内部的景象 我们就可以倒推 去观测黑洞形成前的样子 一样可以得出推论 因为我们知道 黑洞都是由一部分大质量恒星坍缩而成的 这样的黑洞在宇宙中到处都是 只是黑洞之间有质量大小之分 但它们的特性都是一致 那么在这些恒星坍缩到极限之后 黑洞的事件世界还没有形成 起点其实就暴露在我们眼前 物理学家称这类起点为裸起点 这时靠近的物质和光可以坠入 也可以弹出这个区域 裸起点就提供了一个探索黑洞结构的绝佳样本 外界的观察者有机会可以观察到 起点附近剧烈扭曲时空的现象 裸起点虽然密度无限大 但引力强度却不是 所以此时的起点 并没有把坠入的物体挤压成一个无限小的点 广义相对论在此点上并没有失效 那么当人或物体接近起点后 会很快被加速的光速以上 而超过光速就会跳跃到另一个时空 因为你和当前的时空已经没有关系了 根据这些推论就可以想象 有可能宇宙中遍布的裸起点 就是现有时空上的破损点 是时空隧道的入口 在相对论中 光速不可超越 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能量 把物质加速到哪怕是无限接近于光速 但是利用这些宇宙中的裸起点 有可能就是一种天然的穿越时空的交通点 只是不清楚会穿越到什么时空去 如果宇宙中有外星文明掌握到的这种技术 他们可能会利用裸起点 在宇宙中和时空中任意穿梭 起点已经不是我们宇宙唯度能够解释的东西了 它是一个无限坍缩的东西 但是人类的思维框架 无法接受无限的事物 无法理解起点无限小 和宇宙无限大的问题 起点在我们的世界 就是一种超越维度的 虚无的存在 很多人都听说过虫洞 但是又不知道 虫洞和黑洞有什么区别 首先结论就是 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但又存在某种联系 黑洞是已经被证实存在的 宇宙中的一种奇怪天体 而虫洞是一种理论上存在 但还未被证实的东西 虫洞最早是1916年 由奥地利的物理学家 路德维希·弗莱明首次提出的概念 但由1930年 爱因斯坦和以色列物理学家 纳森·罗森一起研究引力场方程式 假设出来的一种东西 所以 虫洞也叫做爱因斯坦·罗森桥 它们认为是宇宙中可能存在的 连接两个不同时空的狭窄隧道 简单来说黑洞是天体 而虫洞是宇宙隧道 面对我们现在观测到的宇宙 它几乎是无限的 但即使宇宙是有限的 从宇宙中较近两点之间的距离 也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 正是有光速的限制 人类哪怕到达最近的恒星 半人马座α星 以目前最快的飞行器 帕克探测器 速度为95公里每秒 相当于光速的0.03% 到达半人马座α星 也需要13500年 即使未来人类有望达到光速的1% 到达α星也需要450年 这还只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系 对于动辄几十亿光年远的地方 想都不敢想 如果宇宙中存在外星文明 它们的科技已经远超人类 但距离地球几亿到几十亿光年远 即使它们可以以光速运行 它们也不大可能会使用常规的 直线通过两点之间的方式 在星际中穿梭 因为宇宙的尺度实在是太大了 它们很可能是使用虫洞 这种宇宙中已经存在的时空隧道 来进行星际航行 虫洞产生的前提就是时空扭曲 根据广义相对论 我们可以将整个宇宙时空 看成是一个平静的湖面 当一块石头掉进这个平静湖面里 就会在湖面泛起一阵阵液 那么这些涟液会把平坦的时空拉近 越重的石头 产生的涟液就越强 时空拉的就越近 这些涟液在宇宙中 可以称为时空涟液 只要是有质量的物体 都会对宇宙时空产生一定的压力 从而出现时空涟液 在产生时空涟液的过程中 虫洞就有可能出现 虫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时空裂缝 这个裂缝连接着不同的空间位置 这一边是银河系 另一边有可能就是仙女座星系 穿越这个裂缝 我们就可以瞬间到达一个距离 我们几百万光年外的星系 既然虫洞在理论上是存在的 那么要如何寻找到它呢 我们知道要产生虫洞 周围必须有较大的时空涟液 也就是特别明显的时空扭曲 而具备这种强大时空扭曲的东西 就是大质量黑洞的周围 早在2016年的时候 美国的一个天文台捕捉到一个引力波 就是由两个黑洞合并产生的 科学家对这个引力波进行研究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了回声的存在 这个回声来自于哪里 有一种猜测认为 它可能来自于另一个时空 在两个黑洞合并的过程中 产生了一个虫洞 时空另一边的声音通过这个虫洞 传了过来 我们对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观测的时候 就发现周围的恒星运行轨迹异常 它们的周围就可能存在着虫洞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 那么如果人类有朝一日 可以到达银河系中心黑洞 就会发现一个极为壮观的景象 银河系内的外星文明 都将使用这个黑洞周围产生的虫洞 前往另一个星系 就像无数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一样 当然 到达距离我们2.7万光年远的银河系中心黑洞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么根据黑洞质量的不同 它周围的虫洞自然也有大有小 大的虫洞可以穿越到更遥远的宇宙星空 小的虫洞穿梭距离就比较有限 可以利用多个小型虫洞 前往银河系中心的虫洞 再从中心虫洞穿越到其他星系 就像我们在城市中通过地铁等交通工具 到达高铁站机场 再前往其他城市一样 虫洞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存在 有了它就可以进行星际旅行 甚至通过虫洞 还可以前往不同的宇宙 进行时间旅行 但是它的存在也依赖于黑洞的特性 我们如果能够搞清黑洞的运行机制 对于发现虫洞有很大的帮助 说到底 虫洞还是黑洞的一种衍生物 关于黑洞 法国天文学家奴米念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黑洞是恒星死亡后的一种升华 是引力坍缩的极点 极端到近乎荒唐 但它同时又是宇宙中最精美的天体 研究黑洞 就是研究整个宇宙的钥匙 好 最后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关注小安哥来了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